中国向印度发出了措辞强硬的外交召会 如果印方一意孤行 妄图用武力扩张领土 我边防部队将坚决实行自卫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印方承担全部责任 至此 中国政府依然在等待印度回心转意 周恩来表示 只要有一线希望 就不放弃寻求和解的途径 然而就在这一天 印度军队中的一支王牌部队 被调到了中印边界东段 他们接到的命令是 向中国境内的克杰朗地区开进 这支部队是绰号红兵的 印度第四师第七步兵旅 在印度陆军中 第四师享有盛名 二战中 他曾经被编入英国第八级团军 参加过北非阿拉曼战役 当时部队的指挥官 是赫赫有名的蒙格玛丽元帅 而他们的对手 是隆美尔统领的 德国陆军精锐 这一次 红营师第七旅被调到中印边境 是来执行一个 由印度国防部制定的秘密行动 代号李沃纳 李沃纳计划的目标 是在东线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将迈克玛红线以北十一公里 在中国境内的塔格拉山脊 变成印度实际国界 这个计划的幕后策划者之一 就是印度总理 尼赫鲁 为实现这一宏大的侵略计划 尼赫鲁亲自点将 委任印度陆军总部参谋局长 考尔中将任第四军军长 这个从未上过战场 仅凭漂亮脸蛋和与尼赫鲁的阴心关系 平步青云的主将 此刻还不知道 自己的命运将被中国人彻底改变 同一时间 在北京 中国军队的主将已经在向中央请战 这个人就是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 1962年初张国华在北京参加完七千人大会后 就一直留在内地养病 9月 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印边境局势的发展上 这段期间 他通过电话 不断把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 和他个人的意见 及时告知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 西藏军区根据中央精神和他的意见 迅速组建了一个精干的作战指挥机构 军区前进指挥所 代号419部队 这个政府419部队就是个前前之后一个称号 这团里面就是有154团 有155团 有157团 这三个补兵团 它有个32团和31团一颗兵 所以好兵呢就是308团 这个工兵呢就是136团 我们人呢就是103倍的 我们的那边就要一定要站起来 我们的这部队就是104团 这个是202团 我们的这部队就要是104团 我们的这部队可以忆心地